我们来看第三题,在所有10的5次方量级的正整数中 最小与最大的数,各是多少 有题目的意思呢,在10的5次方这个量级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,它是用科学记号来表示 所以科学记号在10的5次方的量级里面最小 那么就整数是1乘上10的5次方 我们把它写成整数的时候,那么就是1,后面有5个0 这个数呢,就是最小 我们再来看最大 那么最大呢,表示成科学记号的时候就是9.99999 再乘上10的5次方这个量级 那么因此呢,我们把它写成正整数的时候 那么就是9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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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那么总共会有6位数,也就是6个9 那么因此呢,题目要来问说 在10的5次方量级里面的正整数 最小跟最大,所以最小我们得到了 就是1,后面有5个0 那么最大就是有9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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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这个数,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